又到《重錘出擊》這個環節 大家會問,肥蘇,你悶不悶的呢? 每一場都給巴甲,我今天就不給巴甲 我就給德甲賽事 德甲賽事,我很少給的 給的呢,我也有些原因的 法蘭克福作客,去到《無信家拍》 法蘭克福貴為第二位的球隊 六場十六分,僅似拜仁茂尼克 球隊表現相當厲害 最近來說,什麼叫輸球? 貴賽到現在,不懂什麼叫輸球 聯賽方面也有五勝一和的成績 五勝一和,不好意思,五勝一和的成績 另外也曾經主場和過多蒙特之後 上個星期主場2比1,擊敗佛賴寶 其中中場尾壓梅開爾道 其實球隊來說,無論是前線的賀花 中後場的球員等等,都表現相當出色 不過有一件事,除了我看好近期fit之餘 就是范克福 《無信家拍》之頑,我們都看好這件事 根本這班球,人腳來講,不能夠雙線作戰 上一仗,除了聯賽0比5,大壞比多蒙特之外 還在主場,歐滑杯對著費輪巴茲 都2比4輸球 那場球我體足了全場 先領先的就是《無信家拍》 但我覺得這班球的體能狀態 和人腳上始終已經有所不及了 相線作戰相當吃力 我看到甚至在比賽的後段 其實《無信家拍》是有些體能不足的情況出現 所以最終,防鮮也不穩的情況下 2比4輸給費輪巴茲 這場球,我講了原因,很簡單 一隊當頭起,一隊就衰到貼地 所以主場情況下,還要讓評判《無信家拍》 我真的沒怕過 甚至除了看好下盤 法蘭克福我能夠覺得作下贏之外 其實他的入球大都可以一敲 因為法蘭克福能夠入到球 而且他們場場都很肯打進攻 其實你不能發現 他們其實由開季至今 所有聯賽都開大 全部他贏球都好 即是和球都好 全部都開大 這也是一個好的現象 至於《無信家拍》近期來說 防鮮也相當不穩 近兩場失了9球 甚至也有一場主場和 漢堡都是2比2 所以我今天肥蘇很重錘出擊 當然就是法蘭克福和入球大 其實這隊《無信家拍》都強勞之末 因為我看著他整場歐八杯 是完全沒得打的 那隊費輪巴士落後都沒怕過 根本真的人腳不夠 而且今年有一個位置 我可以說多一點 本來《無信家拍》是打快速 打地面進攻的 萊斯離開後 領隊似乎要改踢法 請了荷蘭籍的盧克迪莊 變成打高球 這隊球隊本身打快速突擊 打地面進攻 現在就要打高球 雖然他對著費輪巴士 進入了一球 但之後的地面進攻 就一般 所以我覺得 似乎在踢法上也有些問題 變成球隊不太適應 沒什麼爭議 我覺得這場入球大和下盤 都是比較正老的選擇